開始開發的一個大家可能透過Nine 有個Nine at 2018台中花博的一個智慧的小幫手 所有市民朋友可以透過這小幫手 事實上可以查詢到你想要去的場館 目前可能它的等候時間跟排隊狀況 所以關於這部分各位可以上我們花博的官網 那上面有跟大家說有個QR Code的掃碼 大家可以透過這部分來加入Nine 那可以方便各位民眾在參觀花博上面的這些動性規劃跟時間排 那減少一些等候時間 那也因為這樣子事實上我們也希望能夠透過這樣的機制 可以讓民眾在參觀上面能夠更加順暢 然後另外是最後一個是因為最近有部分的民眾可能在詢問說 那我之前可能買了一些花博的票券有沒有這個退票的機制 那我想退票機制是一直都存在的 那只是說我們針對在107年12月31日之前 有購買這個有效票但沒有使用的這些民眾們 事實上他可以在這個月底就108年的1月31日前 如果他退票 那這個事實上我們會提供優惠的免手續費的作為 那至於1月31日之後到我們花博的這個閉幕 4月24日之前呢當然還是可以持續的退票 但那時候就是會依相關這個手續費的規定 那所以民眾只要尋你本來在哪邊買票的 原通路窗口再去做退票試 如果這個需要的話 當然我們也鼓勵 事實上所有台中市民 雖然說這個市民已經免費了 如果你有因為這個購買票券呢 事實上你可以贈與其他的親朋好友 鼓勵他們到台中來然後促進我們相關的這些經濟消費 今天就剛好來看不用錢的嗎還是 對 是特地等到幾票 對 就不用錢就 滿好的 然後就會想要來參觀一下 就順便帶小朋友 就12歲一下免費 4年免費就來 對 那之前有辦法沒錢嗎 沒有耶 就是覺得會免費 就想要來看看而已